为什么我们要坚定的反对日本释放合肺水? 日本政府已经决定从8月24日起 开始向大海排放福岛第一核电厂的合肺水 持续时间预计为30年 当这个消息传出时 你能想象最让人惊讶的是什么吗? 竟然美国明确表示支持这一决定 称赞日本在福岛合肺水处理上做出的努力 这种公开感谢不亚于丧事戏办 既然日本的决策引起如此多的争议 为何还有声音为其鼓掌 甚至还不如给他们一个诺贝尔和平讲呢 为何受伤害最大 影响最深的美国会这样公然地支持日本呢? 德国海洋研究所的数据显示 如果日本释放合肺水57天后 放射性物质将覆盖太平洋大部分地区 在三年之后 美国和加拿大会首先受到核污染的威胁 而在十年后 全球的海洋都将受到影响 面对如此巨大的风险 美国却选择站在日本一边 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简而言之 美国和他的盟友 无论做什么 永远都是正确的 不论是毒气泄露 实验室病毒泄露 还是核废水排放 美国及其盟友的决策 总是被视为是对的 不信的话你想想 当初前苏联的齐尔诺贝利和事故 当时美国不仅把该事件制作了相关电影和电视剧 甚至还制作了恐怖游戏 描绘那里被受到辐射的怪物所占据 明显的目的是为了抹黑前苏联 但实际上 在事故发生后 苏联调牌了50万人进行救援 经过7个月的持续努力 成功地把齐尔诺贝利交组成了大石块 彻底封存 他们成功清除了所有污染物 消除了一切潜在风险 没有给全球带来困扰 然而即便这样 也未能在美国主导的全球舆论中获得一点认可 与之相比 日本最初只是个三级的核事故 却因为人为错误 被升级到了最严重的七级 苏联当时动员了50万人进行救援 日本仅有50人 苏联选择在当地封存核废料 而日本却决定将核废水排放到全球 苏联的50万名英雄 至今仍然显为人知 而日本的50名所谓英雄 却被西方媒体大力宣传 这就是现今的国际秩序 道已颠倒 对错模糊 美国及其盟友 无论做什么都被认为是正确的 而其他国家 不论你多么合理 多么负责 多么遵循规则 都不会得到认可 因为你不是他们的一方 所以你清楚了吗 尽管今天所有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日本的核污染和核废水上 但问题的核心 其实并不是这些 而是这个不人道 不公正 不合逻辑的国际秩序 除非这一秩序得到改革 否则未来还将有更多类似的问题 也许明天会有新的病毒泄露 后天还会有什么发生 你问谁知道呢